咱们来讲解一下这个200转弹机的操作 此界面是系统集中界面 此时需要旋开机停 然后指示系统停止 按动按钮 系统变率 系统启动 简便操作界面 此区域可设定刀柱的启动停止 锅柱三段柱启停 还有真空柱 然后按此按钮可启动刀一柱 二柱三柱反柱同理 然后锅柱也一样 然后呢 如果工程操作方便的话 设备还配置了 那个实体按钮 实体旋轿壳 只是一柱二柱三柱停止 锅的一柱二柱三柱停止 您在旋轿上也可以进行操作 比方说锅柱一柱 这跟除物屏上是一样的 然后 这是一个简面操作界面 详细的作数设定可通过此区域设定 高度和锅柱的具体转速 包括液压升降 包括辅助功能 这些三种都会通 此前面设定 一般设定好之后 无需再动 好 给大家看看 演示一下 现在我给你演示一下 刀片和斩锅柄的升降 首先斩锅柄上升 斩锅柄上升 我会去看一下刀里刀的那个视频 它这个刀间距离是1到1.2 下降 点高费下降 你现在演示出烙器 出烙器出烙 手机油控制出烙器高度 但实际上升降 我去红包 我去红包 在砍料里量 我去红包 这油条 干掉 我去红包 可以红包 小蒜 我去红包 你去红包 我去红包 担动一下 升降机提升 可以自动进去上热 可以自己的控制高度 上热完成之后快点上热去出味 好的 也是完成 好的